我們來看一下6月10號到6月16號 12生肖的整體運勢如何囉 我們來看一下 生肖數豬數兔數羊的朋友 在運勢上你得到了有四顆星 那好運在哪方面呢 就是事業順利獲得肯定 所以這個禮拜由你的長輩 上師 長官 對你的所作所為都是佔育有加 所以要好好的努力囉 來看一下如果生肖數虎數馬數狗的朋友 在運勢上你得到了有三顆星 在運勢上表現就是貴人蹄稀 人脈寬果 所以結交好的朋友 可以讓你的事業 財運 人脈通錢脈 來看一下我們運勢的生肖數蛇 數雞還有數牛的運勢 只有得到一顆星 就我們謝星 所以在運勢上要特別注意 好運勢為就是破財連連 這個禮拜可能花錢花比較多一點 可能有一些需要你幫忙的一些人事物 你可能需要花錢 所以要特別注意的喔 來看一下生肖數猴 老鼠還有龍的朋友 在運勢上特別恭喜有五顆星 小甜甜喔 好 在哪方面呢 就是財新高照 陸葬火 所以這一半工作機會很多 可能會接到新的工作機會 還沒到喔 要保握一下喔 對 好 來看一下加碼的部分呢 桃花最多就是我們生肖數虎的朋友 還有我們事業最好生肖數虎的朋友 以及我們財運最棒的沈小石頭的朋友 恭喜囉 謝謝老師 來